你以为门只是用来缺个空间吗 看了几千张的风格照片 当大家都在看 天花板要做什么造型 墙壁刷什么颜色 地板要用什么样材料的时候 其实门扮演着画龙点睛 不可忽视的角色 布克老师 现在来设计OpenBook 今天来到设计白话文 白话告诉你门怎么选 门的大剖析 我们从门的种类 用途 优缺点 五金配件 以及收尾 都来告诉你 看懂门路当内行 为什么门的挑选很重要 门挑得好 空间造型整体的质感能提升 层次感加分 而且不但可以节省空间 动线顺畅 隔音也可以更好 首先常见的门片种类 分成平开门 横拉门 折叠门 还有隐藏门 材质上啊 分成木门铝门 铁键玻璃门 PVC塑钢门 那木门又会分成 石木的或是贴木皮 所以按照种类和材质 接下来我们在下面就来排列组合一下 不同门的种类跟功能 各有什么优缺点 平开门是我们最常见门的种类 也是建设公司通常交屋的时候 预设的标准配备 因为平开门的制作比较简易 加上它的门片比较厚一点 三面一般来说会配备一个七密胶条 所以它的隔音效果通常是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我们想要让隔音的效果再增加 我们可以选择门片比较厚的款式 里面填充隔音材料 甚至三面的七密条做得更好一点 下方增加这个毛刷 只要我们四面的七密性增加 整体的隔音效果就一定会更好 因为我们平开门的部分 需要它一个开合的旋转半径 所以在空间上需要多一点空间留设 平开门在造型上有很多的变化 像是我们可以搭配客户的要求 在上面用雷射切割做出不同的图案 也可以透过表面材质的混搭 例如木皮金属特殊造型版的混合 做出不同的效果 门框的制作方式需要考虑的是 内开外开还是双向开 而且需不需要上锁 也会影响到我们门框的形式制作 平开门因为有推拉的动作 所以在把锁的选择上 我们可以选择喇叭锁 或是平开的把锁 或者是隐藏把锁 还是直把锁 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 平开门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区块 增加一些零配件 例如说门供器或者是门堵 也有人叫它门档 我们通常可以在玄关大门的时候 看到上面有一个门供器 它的作用是让门在开盒的时候 可以比较缓慢 甚至做一个定位的作用 那门档的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在 它的安装位置 有些是在门后面 有些是在地上 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位置不要让门跟门之间 在开盒会去撞到 这些都是我们在规划 停开门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妹妹卡卡啰 滑门也有人叫做拉门或是推拉门 指的就在空间里面这种往左往右 可以平移推动的门 这是这几年大家很喜欢的一种门片形式 特别是在工业风的选择里面 学问度超级高的就是骨仓滑门 或者是铁键玻璃门 因为相较于平开门 滑门在开启的时候 占用的面积比较小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灵活 所以也很常被使用在 两个空间之间的穿透 或者是多功能区域里面的活动隔间 滑门的结构分成门片本身 上面的滑门轨道 门片的拉滑方式 还有它下方的下门纸 也是我们俗称的土地宫 这是用来固定滑门 不会前后晃动的固定五金 那依照滑门的轨道安装方式 我们分成上轨式的滑门 以及下轨式的滑门 安装后的形式 分成平开式的滑门 以及内侃的隐藏式滑门 上轨式的滑门 也有人称为是悬吊式的滑门 指的是我在上方设置轨道 去悬挂支撑整个门片的重量 那下轨式的滑门 指的就是除了上方有轨道之外 我在下方也会做出轨道 让它上下都固定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分 轨道越少 整体看起来当然越美观 但是这会影响到滑门的稳定性 上下都有轨道固定 一定是比只有上方悬吊 来得更稳定耐用 上轨式适合在门片比较轻的设计里面使用 下轨式是在门片很厚重的时候 我们需要下方再做一个轨道 来做辅助支撑 在比较细腻的设计里面 设计师通常会在地板上先预留凹槽 让以后的轨道可以埋在里面 而且比较不会发生 使用者不小心被轨道绊倒的情况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滑门 叫做联动式滑门 也称为多扇式滑门 它在结构上 其实跟一般的滑门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由多扇的门片去组成 彼此之间会做一个联动 也就是你在开门的时候 它可以联动拉在一起 它的用途上 很多人会把它用在多功能房 或者是活动隔间的设计上来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门片的数量越多 它整体门片厚度跟搭配轨道的厚度 也要随之加厚哦 那我们总结一下平开门的特性 优点的部分就是造型好看 节省空间 缺点的部分 因为它没有门框上面的亲密边条 所以一般来说 它的隔音性能 是比起平开门来的差一点 那这边有四点要特别注意 一 我们在做滑门的时候 因为下方的轨道容易击灰尘 所以定期要注意一下它的清洁问题 二 在门片的材质上 尽量避免使用水泥 石材 或是很重的特殊材质 第三个部分呢 滑门上面 不适合再去掉挂太多的东西 第四 因为滑门非常吃天花板跟地板的一个 沉重支撑作用 所以我们在设计比较重的滑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结构部分的沉重加强哦 折叠门指的是用两片以上的门片 用折叠的方式把它联动在一起组合出来的门的形式 那其实跟滑门是有点像的 所以我也把它归类在滑门的形式里面 同样的 它也可以分成上轨式跟下轨式 也一样可以像联动式的滑门一样 做出一整排联动式的折叠门 被用在很多活动格间的分格上使用 那一整排的联动式滑门 跟一整排的联动式折叠门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把滑门整个敞开的时候 我们在两侧或是其中一边 我们会需要有门片的宽度这样的空间 但是折叠式的 我们可以完全的把它做到最大的敞开 让它开口面积形成最大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还可以增加上锁的功能 隐藏门通常是因为整体造型上的考量 所以希望能够在整体的造型跟样式 和周边的范围是可以做整体的设计考量 隐藏门在设计的材质跟样式上 其实有非常的弹性 什么样的设计都可以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要跟它上下左右周边的环境 做整体的一体性设计 所以优点就是隐藏门通常都比较漂亮 但是缺点呢 就是因为你不能只有考虑你的门哦 你要连旁边一起做设计 所以整个的预算会比较高一点 那至于隐藏门它所使用的结构 五金施工工法跟材质的配备 其实都跟前面的介绍是差不多的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要做隐藏门 所以平开门通常都选择是单向的 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外面还看到 把手跟五金脚链的外露 那在边角的材质磨合上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要选择耐磨或者是中间要留出一些空隙 以免发生常使用的状况下 它的边边角角都会出现磨损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做隐藏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小细节哦 好啦 今天Booker老师教你们看门路 应该内容细节讲得非常完整吧 如果有进一步对于室内装修相关的问题 想要讨论的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们的FB私讯我们哦 如果你有装修的需要 也可以到我们的天寒设计官网上面去预约咨询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装修知识每周更新 Booker老师下次见 拜 隐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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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因为整体造成上的考量 隐藏门 通常是因为 隐藏门 隐藏门 通常 我直接讲讲讲好了